在买油汽车品牌离开后,中国品牌由2022年陆续登陆俄罗斯,其濒临崩溃的汽车市场也迅速得到了恢复。 2023年上半年,俄罗斯实现新车销售42.83万辆。 俄罗斯汽车制造商委员会主席卡利·采夫激动地表示,俄罗斯新车销售将有望在年底突破100万辆打关。 但目前似乎出现了一些变数,就在汽车市场处在恢复期时,俄工贸部却推出了一项加税政策,增加进口车的报废税。 自8月1日起,所有出口到俄罗斯的汽车将增加报废税,具体方案为乘用车系数增加1.7至3.7倍,轻型商用车系数增加2.5至3.4倍,卡车系数增加1.7倍。 就是说中国乘用车进俄罗斯后几项报废税,就从之前178000卢布每辆,约提高到3000,00卢布每辆集,约有人民币1.4万每辆,提高到2.8万每辆。 目前中国出口俄罗斯的汽车主要缴纳费用为关税、消费税、20%增值税、清关费和报废税等。 此前,电动车是无需缴纳关税的,但自2022年起,俄罗斯停止了这项政策,目前收取电动车15%的关税。 报废税,通俗讲就是按发动机排放标准,收取的环境保护费。 自2012年起至2021年,俄罗斯已经第四次提升该税率了,而这一次将是第五次。 俄汽车观察网编辑叶菲姆·罗兹金表示,公贸部官员们大幅增加报废税募的非常明确,阻止中国车涌入俄罗斯。 他们正源源不断涌入这个国家,并从根本上扼杀了政府,正在扶持的本土汽车工业。 但是,这个借口很难令人信服。 提供设计划方说 sibling的ράbach。